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刚才听到这个 郁娇姐的见证的分享 非常的感动 所以这是在 之前我们本来要安排在 666号收割主日的时候 邀请几位受洗做见证的 我们都会安排 这个陆续在我们的当中 直播的现场来录制 虽然短短的这个见证的分享 但是你知道 只有圣灵会感动人来改变 郁娇姐妹透过 韦瑞这个孩子的关系 自己生命也有很大的改变 好 我们今天的早上 我们要进入到 这个七十六的第八章 一直到第九章 也就是讲到七号 这个七字号的响起的时候 请隆徐牧师在讲道当中 是在戴口罩很辛苦 我这边的直播现场也是很有安全 超过差不多三公尺了 所以牧师要把口罩拿起来 不然我每次讲完 我都快修课了 我们在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 特别一直到后面的时候 会给我们感觉很有恐惧感 恐惧到一地步之后 它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作息 跟未来的规划 有些人甚至会有些疑惑说 这边所描述的内容 好像是天方夜谈一样难以想象 其实我们不必恐慌 你就可以想象 有人把未来的事情 预先告诉我们 叫我们早早准备 这个本来就是好的消息 就好像我们听到疫情趋缓了 我们听到这是好消息 我们可能中央疫情中心 下个礼拜会报告降为二级 这是好消息 为什么他有办法这样做呢 因为有数据跑出来 同样的我们看到 启示录就是好像一个数据 一个data跑出来了 很早以前就有人这样写了 所以我们要持这个正面的态度 来看这个启示录 这是很重要的 第一个态度就是说 圣经就讲说 凡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是有福的 约翰写的不是来恐吓我们的 是告诉你看了你又读又遵守 是有福的 你要知道 启示录是像两类的人说话 第一类的人 像凡是已经信主人 要警醒度日 等候基督的再来 第二类的人 他是写给还没有信主人 上帝正在呼唤他们 赶快回转归向基督 因为上帝审判的号角已经吹响 那么第二个态度就是说 上帝真正对付不是人 他要对付这个世界的黑暗势力 也就是魔鬼撒旦的群体 上帝要恢复他原本创造世界的完美 他要把撒旦一切的力量给夺走 第三个态度 以后我们要跟基督一同来管理这个世界 这个管理的世界的态度跟价值 跟现在世界的管理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因此约翰他用大量的这个意象的图像 表达末日 是让我们看见跟听见的人 心中有一个印象 这个印象是期待的 不是逃避 是带着盼望 我们透过信心相信 神透过使徒约翰所写下来的话 这个意象的终结是好的 所以早上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就看到当天使揭开第七印 也就是揭开七号的开始 接着七个灾难就出现了 简单来看 七号很类似七印 前面四个号主要是针对大自然界 后面三只号完全是针对人的 我们来看一个插图 这个插图可以从旧约的时代当中可以看到 旧约时代上帝透过先知来预言 归劝君王世人要回转归向上帝 否则的话上帝会预备惩罚 那个时候的惩罚是什么 不是像启示录这样 是被掳走 兴起列邦 他们都是上帝的工具来攻打以色列国 他允许这个灾难领导百姓 为的是要叫百姓回转 可是问题是 每一次以色列的悔改 没有多久又叛变又敬拜偶像 那改变人结果最大的能力 是要等到弥赛亚基督的来临 只有圣灵的更新 透过十字架的羔羊的血 才能够真正叫人回转 这个回转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完全的拯救还在等 从基督耶稣2000年降临到现在2000多年 人心没有完全改变 我们时代还在跟黑暗的势力来冲撞 因此上帝的惩罚要来临 我发现上帝跟父母亲的管教是很类似的 有伤有罚 有的人信主他主动信的 有的人需要一些的鞭打被动性的 这就是先知运的四重天 前面这三个都一个一个的出现了 但是最后一个即将就要出现了 整体我们看见人类的生活的条件 可以讲是每况愈下 David Boson在他的专讲的当中 他给我们一个图表 他说这个世界可以讲它是往下走的 不管从哪个角度哪个方面 人类看起来表面上是好像和平的 可是人类的灾难从自然环境 国与国之间的冲突 它是每况愈下会到一个点 这个点就是大灾难最惨的时候 但是不会再下去了 因为基督的再来 这个点会开始往上走越来越好 一直到永远 也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来管理这个世界 这个是启示录给我们很看见的 很简单一个图像 我们进入到第一大典 七号响起 他表明上帝的大能高于一切受造物 人应当敬拜耶娃上帝 第九章的第一节就讲到 羔羊揭开第七个印的时候 天上寂静了有半个小时 这三十分钟意味什么 意味大事要发生了 天上突然一片寂静 就好像我们说暴风雨前的临近 上帝要替他的子民申约的时候到了 我们都晓得海啸之前的时候 往往会出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就是你看到海岸的海水往后退 退得很后面 然后这海岸突然出现很宽广的沙滩 许多人就很好奇 就跑到这个沙滩去看 刚开始以为这个就是一个平常的景观 可是当这个潮汐越来越靠近的时候 发现它越来越高不像平常的浪潮 觉得不对劲就急忙要往后跑 你可以想象如果这个浪高是五公尺 是十公尺的时候 它的冲击的力道是多么的大 这就是日本之前所发生的海啸 冲击 它的高度其实也不高 大概两公尺到三公尺 但是它的力道摧毁力量 直到现在 我的姐夫说要恢复佛岛整个区域的一个 像从前这个样子 恐怕还有三十年四十年 这些人都回不去了 因为那个地方也受到河污染很严重 其实我们在那边看见的 就是好像说上帝的审判即将来到了 很像海啸给我们的警告一样 很多人其实内心都有这种 怎么讲 察觉自己是有罪的 但是很多人总觉得时间没有到 在观望的 要去相信哪个上帝 也不急于现在就接受耶稣基督 一旦人这么想的时候 不久他就把这个事情就淡忘掉 一直到有一天察觉到自己人生 遭遇到极大的危机的时候 他才回想 靠自己没有办法去解决人生所有的问题 但问题是到那个时候你还有机会吗 如果有感谢上帝 我们有的时候在医院当中 就为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受洗 因为他还有机会 可是很多人不一定还有机会 人们不知道一个真理 人们以为人只有一次的死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 人有两次的死 我相信你们很少人听到这个事情 人有两次的死 第一次的死就是指在地上我们身体的毁坏 但是灵魂仍然是存在 灵魂在死后仍然有感觉的 那么第二次的死就是指末日的审判 身上凡是没有羔羊血的记号的人 就不能进入到永恒的国度 与上帝同在 这些人要与上帝永远的隔离 这叫做第二次的死 就如耶稣基督 他在路加福音讲了个比喻 说财主使他到阴间 乞丐拉撒路死后 他与亚伯拉罕在天国 他们两个没有办法靠近 财主说给我一点水 亚伯拉罕说从我这里到你那里过不去 你也不能过来 所以有羔羊记号的信徒 在他们的灵魂会与上帝同在 知道永远 这一个真理魔鬼不会跟你讲 所以我们就看见 第八章第三节 另外一个天使拿着香炉 站在祭坛的旁边 这七号的灾难有什么关系 他展开了灾难的序号 第一位天使 他就把圣满弹火的金香炉倒在地上 天使这个动作告诉说 过去以来所有圣徒的祷告 都来到上帝的面前 如香的烟达到上帝面前 神现在要回应了 弟兄姐妹 七印七号 有一个简单的讯号 就是上帝的震怒来了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体会了 耶和华上帝都是慈祥的 可是现在起初的战 显现出来是上帝的震怒 所以你看见上帝的七号的可怕 前面可以分两组 前四个天使所吹的号 是对大自然的审判 后面三个天使吹的号 是对人的审判 那么第一灾 第一个号 圣经说有 袍子跟火掺着血 丢在地上 地的三分之一 跟树的三分之一 都被烧 一切的青草也都被烧 大家都可以看到新闻 现在的温度很快的加拿大 直接上达到49点多 加州已经习惯性的 到了夏天就会烧火 已经习惯了 你可以看见整个的大地的变化 第一个最好是审判 第一 这个石灾 在除外奇迹的石灾 也有冰包之灾 到那个时候 你会发现 整个气象变化的 非常的捉摸不定 以后到了第十六章 讲到七晚的这个灾难 有更大的冰包 从天而降 说一个冰包有40公斤 各位你可以想象 那是什么样一个 可怕的状况 我们继续看到第二号 吹响的时候 天使吹第二号的时候 它是审判的海 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 海的三分之一变成雪 你可以想到这个大地的 陆地的震动 移动 那表示也是大地震的发生了 海三分之一变雪 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 船只也烧了三分之一 其实水变成雪 在出埃及其的死灾当中 也出现过 亚伦用杖击打河里的水 河水就变成了雪 河里面的雨就死了 这个结果可以告诉我们说 以后人类的生活的条件 是非常非常的悲惨 第八章接着就讲 第三位的天使 他击打的审判是江河 是江河 三分之一的水变成苦 所以以后我们用水会很辛苦 不要说以后 现在很多的国家 他们能够喝干净的水 都很不容易 美国的矿泉水 比我们台湾的贵了好几堆 为什么呢 这是加州 加州还是有水库 这么卖这么贵 因为非常的难得 第四个灾 写在十二节 是天使要审判 上帝要审判天上的重光体 是击打天上的太阳 月亮跟星辰 三分之一宇宙没有光 哇那是什么样的状况 圣经的观点 黑暗表明上帝的惩罚 这个灾难跟出埃及记忆的 第九灾 也非常的类似 那么我们简单来看 七号的前四章 它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影响 人类的生存的空间跟环境 第二个影响 上帝是要击打 全地的偶像 这个非常关键 上帝其实真正的击打 人类在敬拜各式各样的神明 不论你在哪个国家 把假神当作真神来敬拜 这个在旧约的当中 就已经看见 以色列百姓去敬拜 迦南人的假神的时候 上帝非常的震怒 一直容忍 容忍 他不断派先知来劝绝回转 可是百姓的心很硬 不顺服上帝 所以我们看见 上帝对埃及所全国降下的食灾 可以讲只不过是趋一性的 这个趋一性是在告诉谁呢 告诉埃及人 你们所敬拜的神 我一个一个给你击打 我们看第一个就好 水变成雪 是敬拜他们的什么神呢 尼罗河神 我们再看另外 第六个哉到第十个哉 都是针对他们所敬拜的神 第十个哉 而第九哉 黑暗之哉 是击打他们所敬拜的太阳神 第十个哉 埃及人最敬拜的就是法老王 法老王你的孩子 我照样扑杀你 这就叫做上帝的震怒 而启示怒是从一个趋性的惩罚 扩展到全面性的一个惩罚 他在震撼全世界的人 各民族的人 你们今天所敬拜的声明 在我看来 就是如此的下场 你们到底要敬拜谁呢 所以上帝的灾难的背后 其实都是一个警告 第二大点 我们要进入到上帝界的灾难 唤醒人心 选择真理 七字号带来的灾难范围 在他的深度跟广度 是前所未见的 同样是在击打全世界各地方 各民族长久以来敬拜的偶像跟假象 假神 因为人不愿意敬拜真神 宁可去敬拜可以摸的 将属于上帝的荣耀归给这些假神 我们知道人敬拜神 人敬拜神 就代表他们顺从那个神 所带出来的意识形态跟价值观 这些异族宗教 让我们崇拜的是什么 财富 让我们崇拜健康 成就 渐渐人们甘愿成为这些东西的奴隶 宁愿享受世界所拥有的 不要去想未来的事情 对于上帝的警告跟审判的事情 看为无稽之谈 笑话 这是七世录七号在警告我们世人的地方 很久以前牧师看了一部电影 叫做《魔鬼代言人》 电影里面的主角是一个 意气风发的年轻律师 他被一间国际的律师事务所聘请 受到重用 他除了重要的案子 首席的律师 那么这一间律师事务所 最出名的地方是 专门替大企业 逃避他们所犯的犯罪勾当 竭尽一切的努力 要消灭他们犯罪的事实 这一位年轻的律师 能言善道 每个案子都几乎成功的 所以他的地位薪水 他住的房子越来越好 事业成功的背后 可是就失去他的良知 还有他深爱的太太 他自己本身也常常独自面对 内心魔鬼的诱惑 扮演魔鬼但业人 这个事务所老板的男主角 他的对话是很有意思的 他跟这个男主角说 是谁让你罪孽深重 不是上帝吗 我跟你讲 罪恶是一个重担 你能够做了就是忘记罪恶 我告诉你 上帝喜欢监视我们 他很爱恶作剧 他给了人类的本能 只是制造一个闹剧 只能看不能摸 摸了又不准你吃 吃了又不准你吞下 当你狼狈的时候 他就笑你 他是很小心眼的 你说这个上帝是有虐待狂 所以很多人宁可在地狱成王 也不要在天堂为奴 魔鬼关心人类的需求 所以他从来不审判人 你注意听这个谎言的逻辑 几乎说服了他 让他信以为真 其实在我们人内心当中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 自己有这种罪恶感 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道德观 我们里面有那个良知 那么撒旦会诱惑我们 去丢掉那个道德 丢弃那个良知 那我们就会忘记罪恶了 我们觉得社会不就是这样吗 有的时候我们听了太多的黑暗面 你会觉得原交似乎没有什么错 劈腿也没有什么错 现在节节上升离婚率 大家都是如此 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感 已经是习惯的事情了 我们太会找理由 给自己掩饰自己的错误 于是我们的灵魂的标准 越来越堕落 魔鬼一直在灌输这个世界观念 内心不要有罪恶感 内心是不需要做抱歉的 让我们的灵魂窒息吧 可是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 他关心的是他所创造的人 因为神他是用他的形象造我们 以其他的受造完全不一样 上帝虽然在末日透过审判 来审判这个世界 透过灾难来审判世界 并不是单纯要展现说 我们的上帝他是多么的伟大 他们多么的威严 他是多么的有大能 不是这样 他仍旧希望很多的人 玄认的人都可以悔改 等候他们的归回 他不忍看见人与魔鬼一起沉沦 掉入到永远的黑暗 可是问题是上帝 他也被限制住了 你会说 牧师你怎么这样讲 我们的上帝被限制吗 我告诉你奇妙就在这边 因为我们的上帝永远不会强迫人 他也不愿意强迫人去跟随他 因为当人被创造的时候 上帝给了人一个贵重的礼物 叫做自由意志 free will 一切的决定由人自己决定 选择世界的人要决定 跟随基督或跟随世界 是由我们自己决定 就好像你不能强迫 你自己所爱的人来爱你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真的不会谈恋爱了 以为我爱的你 你就要爱我 没有这个道理 你不爱我我就给你摧毁 所以我们的父母亲 你自己的爱情观要搞清楚 很多的父母亲也不会教孩子谈恋爱 因为过去父母亲都是没说之言 所以孩子谈恋爱的时候 他也搞不清楚怎么教你 所以现在牧师教你了 你要爱人家 要先确定一下 对方有没有爱你 上帝也是如此 是要我们自己决定要来爱上帝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跟随他 和上帝在一起 和你所爱的人在一起 魔鬼最厉害的地方 是他有意扭曲自由的含义 让人掉入陷阱 撒旦对自由的定义是什么东西呢 你看这个图就很有意思 撒旦对自由的定义是什么事都可以做 尽你自己所爱去做 忠于自己的感觉去做 不必对所做的事情后悔 也就是我们最喜欢讲的 只要我喜欢 什么都可以 但是上帝所期望人 也是有拥有自由 我们什么事都有最大的自由可以做 但问题是我们也拥有一个自由 这个自由就不一样 也就是说什么事都可以做 但我有能力 大家一起来念下来 不去做某些事 我不一样在这边 保罗说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利益 那是对自己 他又说凡事都可行 都不造就人 就是说对别人不一定有好处 保罗告诉我们自由 是一个有限制的 上帝给我们人自由 虽然什么都可以做 但是有一个真正的自由 是有能力不要去做某些事情 这个自由是更高层次的 人往往都被蒙蔽 受外来的魔鬼诱惑的表象 忘记自己心中的我 所以所以你注意看 许多杀人犯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早就失去了这个所谓的良知跟罪恶感 因为他们的良知被魔鬼蒙蔽很久了 所以他们的面貌 他们的面貌会出现一个真灵的 很可怕的 那么如果我们比较一下 刚才我们早上读的起因文 大卫在诗篇所写下来的那些话语是描述自己犯罪 然后他被良知控诉了 刚才我们的罗姐妹也有见证到这一点 他的良知越来越被圣灵更新的时候 就良知控诉自己 他没有办法安然睡觉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一个基督徒他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是每天晚上睡得很好 当阿卫网犯罪的时候 即使他是网 他的床最好 即使他有很多的飞兵 他睡不好 一个晚上 两个晚上 一个礼拜 一个月 你都不能够睡得好 请问你 你有办法幸福快乐吗 所以他在上帝面前悔改 这就是两个最大的差别的地方 我们看下去 第五号天使吹号 这是第九章的开始 第九章是描述后面三个灾难 非常的可怕 我们在解释上很辛苦 说是在请谅解 牧师在解释上 我也花很多的功夫 很怕讲错 九章一节描述 有一颗心从天上坠落在地上 这颗心可以拿钥匙开启无底坑 所以你就会了解 这不是真正所谓的星球 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做 坠落的明星 就好像我们称这个人 叫做movie star 这电影的明星 它不是一颗心 它是一个人 原来是一颗很明亮的心 是一位天使 他从天坠落了 这颗心拿到钥匙 它可以打开无底坑 释放坑里面奇怪的蝗虫 让人受苦五个月 天上坠落的心 就是撒旦 撒旦它有很多的一个描述 我们在这个地方稍微解释一下 从天上坠落到地上的这个星 其实就是撒旦 照着拉丁文的翻译 它的名字叫做Lucifer 路西佛 我们在电影当中有一些人拍片 他给他的名字叫做路西佛 请大家千万不要给孩子取这个名字 这是撒旦的名字 意思就是明亮的星星 以赛亚书说明亮之星 早晨之指 你合近从天 坠落就是指他 耶稣又告诉门徒说 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 像闪电一般 他还有几个名称 第一个叫做试探者 创世纪当中 他就扮演这个角色 他是一个可爱的蛇 擅长扭曲上帝话语的意思 误导我们来怀疑上帝的话 这是撒旦在创世纪 所呈现的一个面貌 这试探者在耶稣的时候 他也试探耶稣 他出现的时候跟耶稣讲说 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个石头 变成什么 食物 那么请问这个撒旦 会不会试探我们 我告诉你 他正在试探我们 处处试探我们 第二个 他扮演角色控告者 在约伯记忆当中 撒旦在耶稣面前 一直控告约伯 他说 你身所毁他一切所有的 他必当面弃掉你 因为撒旦觉得很不屑 认为上帝一直保护着约伯 所以他当然顺服 他如果说 上帝你如果暂时不要保护约伯 你看看他 会不会顺服你 他常常控告 启示录第十二章又描述说 那在我们上帝面前 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 已经被摔下去了 这个就是撒旦的意思 他的第三个名字叫敌对者 撒旦这个字叫敌对者 他一直跟上帝敌对 他打不过上帝 但是他做对 他打不过上帝 所以他知道打上帝所撞造的一切 在撒旦利亚书有一段话说 大祭司耶稣站在耶和华死者面前 撒旦也站在耶稣的右边 你知道他做什么事吗 控告他 与他作对 你会描述很奇怪 撒旦这个时候还会站在上帝面前 你就觉得很奇妙吧 我们继续听下去 《使徒心传》 保罗有几次在传福音室里 他要去贴撒旦利家 教会去看信徒 他就写了 说呢 我们有意到你那里 一两次要去 只是撒旦拦住了我 牧师再给你们大家看一段经文 这个经文是写在但一里 但一里大家都知道 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 是受到国王的重用 可是他终于上帝 一天三次跪着向耶路撒冷 祷告 一直祷告 然后大天使 终于来就跟他讲 他说但一里啊 不要怕 因为自从第一日 你立志要明白 这是第一节 要明白 又在你的面前刻骨自己 你的话已经蒙应允了 我就是因为你的话而来的 大天使 他又继续说 可是波斯国的领袖 也就是指那个地方的一个魔鬼 拦住我二十一天 写那么清楚 看天使掌中的一位米加勒 米加勒这个天使掌特别有名 在旧约跟新约都会出现他的名字 来帮助了我 因为我被留在波斯主王那里 现在我来 要使你明白 你百姓日后必遭遇的事 因为这意象关乎未来的事情 牧师稍微解释 当那个时候的 但你所看见的意象是指 以色列虽然被掳到巴比伦 70年之后上帝预言 会回到自己的耶路撒冷 重新复国 他在讲的是日后的 这个事情的意象 所以他说 不要担心 不要惧怕 他可见 魔鬼处处敌对 撒旦 撒旦常常敌对的我们 敌对上帝 可是上帝会派天使来帮守我们 他保护丹尼里 他也保护我们 因为我们终于耶和上帝 我们大声说阿们 第四个上帝是毁灭者 这就是描述在上帝实在没有办法 他只要毁灭我们 本来是要利用我们 干脆毁灭我们 这个毁灭他原来的一个名字 毁灭者名叫做亚巴顿 或者叫做亚波仑 以后取名字 千万不要取这个两个名字 那么这个灭命者 原来出现的第一次是在出埃及记 食灾的最后一个天使 要扑杀所有埃及的长子 他的名字就叫做这个字 亚波仑 在上帝的使者 巡行在埃及的家 一栋一栋 门楣上面 如果没有涂上这个羊的血 就进入到里面 扑杀他们的长子 这个就是灭命者 也就是亚巴顿 所以我们就知道 撒旦曾经是上帝的仆人 他是其中一位天使 而且是很漂亮的天使 可是现在他却要毁灭 我们人的性命 所以因此弟兄姐妹 我们要特别的小心 注意到这个幕后的日子 勿要谨守 谨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到现在为止 他还是如此 我们现在看有一个特别的词 叫无底坑的一个蝗虫 第一位天使吹号的时候 从坑里面出现一个蝗虫 你读它就觉得很可怕 有烟从坑里往上冒 这是第二到第三节 好像大火炉的烟 日头跟天空都因这个烟昏暗了 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 有能力赐给它们 好像地上的靴子的能力一样 我们一看就知道 这个不是一般所谓 我们看见的蝗虫 在台湾我们看见的蝗虫 大概是我们牧师的手指头 够够是这样那样 那样大尺了 可是我们在别的地方看到的蝗虫 有可能会像牧师的手掌这么大 但是圣经所讲的蝗虫不是这些 是比这个更可怕的 它不是真实的蝗虫 是比困在无底坑的乌鬼 跟这些叛逆的死者 烟也有可能不是真的烟 而是成千上万的蝗虫一飞起来的时候 铺天盖地的 就好像非常浓厚的烟 其实真实的蝗虫没有这样的能力 启示录这个蝗虫 是因为魔鬼有咖这个能力 可是注意一下 它们不吃青草 它们不吃青菜 也不吃一切的树木 而且可以辨认出 哪些是属神的人 因为被交代 不可伤害 身上有上帝记号的人 那么从人的角度来讲 这个无底坑是统称人死了之后去的地方 从灵界的角度来讲 无底坑其实就是灵体等候审判的一个居留所 路加福音的第八章三十一节说 那就是乌鬼要去的地方 犹大书的第一章第六节 这个地方有记载 我们一起来攻读这一段话 又有不守本位 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 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 记录在黑暗里 等候大日的审判 这一段经文就讲的就是无底坑 把灵体就是天使 记录在那个地方 等候最后的审判 将来不光是人会受到审判 撒旦魔鬼跟着他的这些差异同样受到审判 开启无底坑是那个从天坠落下来的心 他拿到一把钥匙打开了 然后有烟有火从坑里面出来 也就是说从无底坑 受苦的恶者会跑出来 照着圣经所讲的 上帝会暂时让他们回到这个世上 让我们人受苦五个月 五个月 所以无底坑是禁闭超自然堕落天使的地方 无底坑是一个不见底的坑 有人问说他在哪里 有人讲说是在我们地球的中心 也有人讲是在另外的地方 总之圣经描述这是一个灵界 关闭堕落灵界的地方 但是凡是忠于上帝为主兼守信仰的信徒 你不用害怕 因为上帝给这些人说 这些人身上有记号的不可以伤害 所以上帝给我们试探虽然有 但不会超过我们的能力 即使我们在苦难当中 我们会领受到上帝给我们的力量 有苦难是帮助我们更加的坚强 另外牧师想到 这个蝗虫是很可怕的 那么你会想说上帝会创造这样的蝗虫吗 不是 有很多东西上帝不创造的 这些人有可能就是跟随的魔鬼撒旦里面 所衍生出来的一个所谓的副产品一样 从黑暗的无底坑出来的东西都是伤害人的 这让牧师想到一件事情 其实在我们的身上还有一种无底坑 叫做人的心 我们要小心这个事情 俗话说 病从口入或从口出 主耶稣他讲了一段非常非常真实的话 我们来念这句话 从口里进去的不会玷污人 从口里出来的才玷污人 你继续读下来 难道你们不了解 凡进到口里的是经过肚子又排入厕所 然而口里出来的是出于心里 这才玷污人 因为出于人心里有种种恶念 如凶杀 奸淫 淫乱 偷盗 为证 毁谤 所以这些才玷污人 至于不洗手吃饭 那不玷污人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有些话我们不要出口 请注意听 论人是非的话 不要出口 伤人的话 不要出口 顶撞父母的话 不要出口 抱怨的话 不要出口 气话 不要出口 最后一个 谎话 不要出口 那你说不出口你受不了 那就是你心要修炼了 你的爱心不够 你没有读神的话 你没有敬拜上帝 第四大章我们就看到上帝的权柄高于撒旦 在启示我们可以看见撒旦魔鬼好像在做最后的反击 他到处破坏跟抵挡 我们会看见这个世界好像一个缩影一样 过去几个世纪的发展都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走 人类的生活都是如此的缓和 平易近人 可是到了这二十一世纪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的步调快了 非常的快 超乎我们的想象 那么魔鬼也在这个阶段当中 也一样反击上帝的速度非常的厉害 不过虽然如此 魔鬼上带他受制于上帝的掌控 这个在圣经里面写得非常清楚 他受到上帝两个国管这个掌控 第一个他必须授权被授权 你必须有这个被上帝给你authority 我给你 你才可以做 第二个设限 我们很难理解说 上帝你既然能力比他强 你干嘛又容许他继续有这个灾难发生 有一天我们见面的时候 或许可以问上帝 但是我却知道他的意义在这里 他被授权 魔鬼被设限 尤拉把交给了七位天使 请问一下这个喇叭究竟是谁的呢 当然是上帝啊 天使被动的接受喇叭 学者称之为这叫神圣的被动 启示录第九章里面有很多神圣的被动 给坠落心无底坑的钥匙是谁 是上帝 给蝗虫有能力的是谁 也是上帝 可是限制到不可以伤害绿色植物的是谁 是上帝 而这些蝗虫只能伤人 而且是针对额头上没有耶和华印记的人 这叫做射线 也是上帝 他们似乎都要听上帝的话 就想起了 当耶稣到了耶鲁 看见一个人在坟墓堆当中 他赤身露体 他的名字叫做群 因为很多鬼在他的身上 结果他伏伏下拜跟耶稣说 离开我吧 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 不是这个人认识耶稣 是他里面的鬼认出耶稣 各位弟兄姐妹 所有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在所有地方看我们节目 你要听明白神的话语 世人怕鬼 鬼怕上帝 你却敬拜鬼 这样何逻辑吗 约伯受苦难的时候也是如此 魔鬼就控告约伯 约伯对撒旦说 凡他所有都在你手上 只是不可以伸手加害他 所以撒旦被授权 而且被限制住 其次的魔鬼呢 他怕一件什么事情 他怕无底坑 圣经记载 无底坑的死者做他们的王 魔鬼最怕的无底坑 还记得吗 耶稣赶鬼的时候 鬼就要求说 不要让我们到哪里去 无底坑 结果这群人 这群鬼跑哪里去 附在一群猪的身上 结果现在我们还吃他猪肉了 魔鬼最怕被上帝绑在无底坑里面 触罚他们 他们喊叫说 上帝的儿子我们与你何干呢 死后还没有到 你就上来叫我们受苦吗 所以魔鬼也知道 受苦的时间快到了 我们要讲到进入到最后一点 上帝仍然等候人回心转意 刚才牧师一开始就讲 很多人在于信仰等上帝的认知上面 有一种主动性的追求 就是说他很敏感的主动追求上帝 有这一群人 可是也有一群他比较被动性的认知 总觉得说我不需要上帝 我靠我自己 何必需要信仰呢 这个世界没有上帝 他也继续的运转 可是当一个灾难发生的时候 很容易刺激属于被动性追求 真神的人 他们还采取了紧急的动作 还来得及 启示录有一部分是这样的目的在 上帝透过这个灾难 一方面彰显他的全能 一方面他也给很多人时间 机会赶快回转 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九节讲了一段话 说我已经给你们全并可以践踏蛇跟蝎子 胜过仇敌一切能力 但没有能够加害于你的 有能力践踏蛇或蝎子是非常好 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回心转意 仍旧有很多人在拜魔鬼跟偶像 所以上帝就吩咐天使吹起第六号的号角 第六号的号角做了一个动作 把捆绑在两河流域的拉伯大河的四个死者放开来 这就是六号的灾祸 奇事录第九章从十三到二十一节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四个死者被释放的时候 好像已经就预备好 某年某月某一天释放早就定好了 结果他所产生的灾害是什么 要杀世人世界的人三分之一 是代表地的全部 四个死者是上帝所预备的 当初上帝捆绑他的目的 就是等到这个时刻要来施行毁坏 好像上帝预备了巴比伦 要来吞灭南国犹大 早就预备好的样子 照着希腊文的文法 某年某月某时就是完全定好的时间 我们不清楚什么时候 但是上帝知道 这个时间还没有到 以目前来讲 这个时间还没有到 但是四个死者要杀害的人 竟然有三分之一 那么就暗示的是战争 这是战争 联合国目前的统计 全世界人口大概有73亿人 三分之一就是28亿的人口 上帝要惩罚那些 故意不认识真实的人 到了启示录的最后 他们的结局被丢到 硫磺与火壶里面 是永远的毁灭 第16节可以讲 这个战争是惊天动地的 光是马军就有两万万 也就是两亿 到底这个军队从哪里来 哪些的国家参与作战 我们不知道 各位我们将秩序 拭目以待 这个世界的历史的发展 不必去猜什么事件会发生 但是这一定是跟第五号 从无底庚出来的蝗虫 有绝对的关系 因为这些蝗虫激动了 所有的人彼此之间的冲突 准备组织一个强大的队伍 来准备征战 约尔书第二章第四节 也说这个蝗灾形状如马 奔跑如马兵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战车 也没有飞机 约翰所能够描述的 蝗虫形状如马 奔跑如马兵 你可以想象 就是现在的什么 飞机 战车 各式各样的军事的武器 到了第九章十七十八节 请大家回家好好读 没有时间在这边读了 两次提到火烟硫磺 这三个组合 最早在创世纪上帝的天使 毁灭索多玛 俄摩拉 也是这三个组合 这三个组合在启示录又出现了 这个战争会延续到多久 不知道 这个战争一旦发生 一定是一直延续到世界的末日 我们在读四印当中的第六章 第七节就讲到 四印的灾难世界上就死去四分之一 如果再加上七号的六号 就有三分之一的离开 那么加起来这个灾难就毁灭世界的一半的人口了 亲爱弟兄姐妹 读到这里我真的是害怕 我真的是害怕 有的时候会哭泣 我作为一个牧师 我可能肯定 我们已经进入到四印当中的状况里面 这四匹马一直在世界奔跑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第五印我知道还没有出现 第六号也还没有出现 但是你不要等他垂起来 有可能在这个世纪会出现吗 有可能在我们的儿子那个世纪出现吗 有可能会在下一代出现吗 我只能预感到 上帝看千年如一日 我们不要以为千年还很久 如果我们有机会体贴我们的家人 关心我们的亲朋好友 关心这些人的灵魂 他如果没有记号的时候 黄穷就会把他毁灭的时候 你作何感想 所以我们读圣启示录 不能说我自己好感谢主 你也要关心别人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 要有上帝怜悯的心 为什么上帝允许 这个灾难会再发生 因为上帝的震怒必须出现 我们的上帝不是乖乖牌 你认罪回家 好这样就好了 不是 有伤有罚 这是上帝的原则 他的公义要出现 同时他要震撼 这个世界的魔鬼 这世界的偶像 人类一直依靠着他 上帝一直从古代到现在 一直在警告 从挪亚时代 只有一次 洪水泛滥的时候 全部毁灭 只剩下挪亚 他的家人 上帝说 再也不会用洪水来毁灭了 没有洪水 可是现在 上帝的震怒要出现 已经 以过去来讲 是不可能发生的 我们认为在过去来讲 如果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 这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现在二十一世纪 你认为不可能吗 中国的核子弹头 美国的核子弹头 苏联的核子弹头 其他核子弹头 你随便通通飞来的一百颗好了 你可以想象 他所造成的震撼 可怕 我们光看广岛跟长崎 两颗原子弹的威力 现在一颗的原子弹 就是现过去的原子弹的 不知道多少倍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 发生的人是多么的辛苦 先不要看战争 光是人类的自然灾害 跟生存的条件 受到很大的 这个威胁了 还要等到战争时期的吗 才要悔改信主吗 可是我们很奇怪 读到第九章的 第二十到二十一节的时候 圣经怎么说呢 请大家回去再看 牧师稍微读一下 他说 其以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 仍旧不悔改 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 还去拜鬼魔跟那些 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 金银同牧师的偶像 又不悔改他们那些 凶杀邪恶 奸淫偷窃的事情 这些的罪 从旧约就开始 一直到现在 那我们会想说 为什么那个时候 上帝不直接斩断 毁灭所有的人 不 上帝灵敏就在如此 他宁愿等我们继续 能够传福音悔改 他不愿所有人都毁灭 这是神的恩典 不过我们从七号可以看见 上帝的灾难 是要震撼世界的君王 强权跟偶像 就跟除埃及记 上帝的死灾 要震撼埃及的神明 你们拜的神 我通通给你兑付 他要兑付过去以来 我们人所依靠的势力 夸耀的财富 建立起来的王国 这一次我要让你们震撼 崩盘 让你们才看清楚 谁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 我要把这个世界 重新躲回来 愿上帝透过这个 今天的信息 看起来我们很害怕 但是上帝给我们保护 因为我们身上 有他圣灵的记号 在我们身上 但是我们也有一个使命在 或许我们不会 会看见了时代 可是我们会看见 我们的后代 一定会看见 这个时间多久 我们不必去猜 但是它必要 发生 所以我们赶快传福音 中立教会 我们有极大的使命在 以后教会盖好 我们更加要努力 这个时候疫情当中 我们努力 其实在盖的过程 我们要更加努力 愿大家努力传福音 大家彼此跟别的人讲说 我们要努力工作 愿上帝的话鼓励大家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上帝我们谢谢你 爱我们 启示录虽然看起来 读起来 让我们心中可怕 很沉重 可是你这个信息 却告诉我们 读了又遵守的是有福气的 为此我们求你 祝福中立教会 众弟兄姐妹 我们也祝福凡是在各地方 听今天的礼拜 信息的众弟兄姐妹 这个启示录 不是要来给我们惊吓 或刻意展现上帝的大能 他其实已经说出来 上帝震怒 人的无知已经到个基点 他必须对付 展现神的公义 重新来管理这个世界 恢复上帝原来创造的完美 愿上帝激励我们 管快快的传福音 在试度日的日子 能够警醒自首 我们如此祷告 感谢 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